当初都是以武建国的,因此帝王精通武术的不乏其人。 宋太祖赵匡胤就是一个例子, 他的武术先是盛行于我国北方, 然后再流传到南方, 成为风格迥异的北太祖权和南太祖权。 今天我们中国武术的节目, 我就要为您介绍宋朝开国之军赵匡胤所创的太祖权。 七季光的绩效新书第十四卷《全经节要篇》中, 把太祖权排名第一, 这一段记载是这样的, 古今全家宋太祖有三十二世。